小雪 你怎么了 车快了 你穿吧 不用了 反正我都已经临身这样了 你穿吧 没事 我家就在附近 我骑车快 你穿吧 你穿吧 易烊 今天的作业我预定了 你明天来了 记得献给我啊 你小子过来帮牢就行 那没问题啊 当我终于找到她 并且发现 他就是传说中的 校园男神时 我不仅丧失了 环宇匹的勇气 还听到了一颗少女心 噼里啪啦被点燃的声音 男球队是明下午 三十课后训来吗 是又怎么样呢 你要去看啊 班主任的自习课 你敢逃吗 我可以说我去上厕所啊 能看眼视眼 不行不行 我还想去上厕所呢 大家都用这个理由的话 班主任老师不该疯了 就是 教主任 左边说学一边物理 咱们时间岔开不就行了吗 定量训练两个小时呢 我先去 你们俩后边啊 大不了呢 班主任如果怀疑了 我们就说今天中午 我们三个一起吃的饭 然后现在那三个人 一起拉肚子了 怎么样 怎么样 你都好行啊 教主任 吼什么吼 耳朵没吼聋了 上课看小说花痴假人 下课聊八卦花痴真人 乐意 管着吗 我可没闲工夫管你们这些破事 不过既然让我听到了 我眼睛里就容不了沙子 我会告诉班主任 让他警惕你们这些 在自习课上 无缘无故上厕所的人 什么呀 你讨人行啊 这种你当班长呢 太讨厌了 我会 teens了 即使你 把这个判断 相属没关系 不过呢 这种群人 这个一下子 你不要了吧 你吃了 不过 这种判断 我讨厌 你 Ed eine 我 今天 把这种判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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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我不好意思 有人了 有人了 好 好 等待啊 来 同学 麻烦你换个座位好吗 同学没位子呀 哪儿有一个 这儿有人了 不好意思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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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学校零四届二班 同时也是现在就读于 北京财经大学数学系大一的 丁宇洋同学 鬼母校给大家交流他的学习经验 各位老师 各位师弟师妹们 大家好 我是丁宇洋 这个暑假过去啊 我就是大二年级的学生 今天我来这里呢 谈不上什么经验 只是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和大家一起分享 高考对于大家来说 是一个必经之路 大家可能会觉得 高考很累 学习很累 但是呢 其实放松自己的心态 才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才来啊 活动都结束了 你 怎么了你 摔了 哪儿摔了 车没事吧 你就知道关心车 那 那人没事吧 我看看 摔得还挺厉害 我给你上点药 我这一路上 就想着一会儿能见到他了 我就想着想着想着 结果一不留神 我就连车带人 我一起掉沟里了 你都不知道 那沟可深了 我掉到那沟里边 我就怎么喊得 没有人来救我 你说那条路上 以前没有沟呀 别哭了 给你找点药去 他 他 我 我好不容易得到他回来的 他在那儿走了吗 你不晒啊 我要把眼泪都晒干 哭是没有用的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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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好 好 好 我一定要考试啊 他上了大学 我还没碰呢 我还没碰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觉得暗恋一个人 就像是在演一场 无声的独角悲剧 暗恋是命运引发的一款 既孤独又悲凉的追逐游戏 而且是无尽本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款游戏的玩家 更凄惨可怜的了 谁能跟二十八岁的我 有发展的可能呢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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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